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本新书《张又宜传》 本书作者颜希是这样评价张又宜的 她是民国女子中放下爱却不放弃自己的励志楷模 一档气回肠的那些人生告诉你 风花雪月从来不是一个女人的全部 《张又宜》的人生绝对称得上是百转千回 明明是一个大家闺秀 却在最美的年纪嫁给了一个对谁都温润如玉 却唯独对自己刻薄冷酷的人 那个人就是徐志摩 在人生短短的二十二年里 她经历了丧子 离婚 却实现了人生的逆袭 成为了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 云商服装公司总经理 本书以细腻的笔触 续写了张又宜凤凰涅槃般的人生 以缘起 缘定 缘灭 蜕变 新生 归宿 六个阶段为主线 把张又宜的一生细致地描绘在我们面前 张又宜是那个男尊女辈的年代里最不一样的烟火 虽是柔弱的女儿身 却活出了不让须眉的灵魂 她的传记值得所有人尽心一读 那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 1900年12月29日银食 江苏宝山县的一个小村子里 张家生了一个女孩 张家是当地巨父 祖辈曾在清代做过地方官 父亲张祖泽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父母给这个新生儿取名叫张家宾 小名宥宜 宾是一种玉 宥字中含有善良的意思 宜表示一个人外表和容貌端庄 诗人评价张又宜 妻人线条甚美 雅碍淡庄 沉默寡言 举止端庄 秀外 惠中 那天按照惯例 佣人将女孩的旗带埋在屋子外面 因为女孩长大以后 要出嫁 就成了外面人 如果生的是男孩 佣人就会把旗带收起来 藏在母亲床下的罐子里 在那个年代 也许只有男孩子 才算得上是自家的孩子 张家的长辈们常说 张又宜天生强弱男子 比他晚出生十一个月的七弟 却恰恰相反 软弱的像个女子 大概是他出生的时候 把妈妈身上的男子气概都拿走了 只剩下女性的柔弱 留给了七弟 张又宜 对这种好笑的说法 可不敢苟通 多年以后 他才明白 应该是生活 把自己变得如此坚强 因为 除了坚强 自己 别无选择 张又宜生在江苏宝山 但是他的祖籍并不是江苏 而是陕西梅县 他的祖辈们 后来居住在江西省南城县 最后才迁移到嘉定县的葛龙镇 张又宜的祖父张祖泽 曾在苏州向曹苍州学医 后又相继在上海南乡一带开设诊所 是当地有名的中医 张祖泽为自己的子孙后代 挑了家 国 邦 民 这四个字排备起名字 其中 家和民 谐音 家和民 家国邦民 意思就是 由家治国 再集于人民 张又宜就属于家自辈 张家的祖先经营盐业 张又宜的曾祖父改行行医 施要济贫 在当地颇有善名 他的家族从祖父辈开始做官 祖父以举人的身份 在四川省任县令十余年 甚有声望 张又宜可谓是当之无愧的 大家闺秀 张又宜后来听徐家的佣人说 徐志摩第一次见到他的照片时 却嘴角往下一撇 充满鄙夷的说 乡下土包子 张又宜出身大户人家 又是书乡门第 徐志摩嫌他乡气 自然不是从出身 地位等现实条件来说的 而是一个受西方思想教育 和新潮思想影响的年轻人 对没有见识 没有自我的传统女性 难以认同的表现 后来张又宜 刘洋归国 仍在上海闯出一片新天地 除了自己的努力外 家族兄弟对他的帮衬 也是很重要的 前前后后 七弟八弟 在他蜕变的过程中 帮了他很多忙 也正是如此 张又宜被徐志摩修掉以后 娘家和婆家的很多人 都替他感到委屈 但是他平静地说 其实上天对我还不错 很多人对张又宜的认识 都停留在徐志摩的 原配太太阶段 并且想当然地以为 包办婚姻的原配们 大抵都没有读过什么书 也肯定没有什么见识 就像鲁迅的原配朱安 胡适的太太江东秀 他们应该都是乡下土包子 可真实的张又宜并不是这样 从自我价值实现 和迎娶自我尊严 这个角度上来讲 他的人生非常圆满 他收获了笔林徽音 陆小曼 这些徐志摩 为之疯狂的时代宠儿 多得多的东西 就像后来张又宜的 侄孙女张邦梅 在她的口述自传 《小脚与西服》中 说的那样 若张又宜不是一个女性 她论出身 论才智 也许并不必须 致摩的成就小 但她是未经过 她生在了一个 女性必须沉默的年代 接受和隐忍 是她唯一的选择 接受自己的出身 接受自己的婚姻 这是宿命 张又宜长到三岁的时候 母亲准备为她裹小脚了 张又宜的脚 被缠上了厚厚的白棉布 可是裹脚的仪式 只进行了三天 到底自天早晨 在夜忍受不了 妹妹尖叫声的二哥张军丽 出面阻止了国脚仪式 就这样 张又宜成了张家 第一个天族女子 1914年 一股民主自由的新思潮 在中华大地上蔓延 在深深受到新思潮影响的 徐志摩言里 女子仅仅拥有天族 并不等同于新女性 张又宜后来讲 对于我丈夫来说 我的两只脚 可以说是尝过的 因为她认为我思想守旧 又没读过什么书 张又宜是传统的 尤其是在骨子里 她始终都遵守着 中国古代梁家妇女的 三从四德 虽然为国脚 虽然也受到了二哥和四哥 新思潮的影响 但是无论如何 张又宜当时的观念 仍旧是 女子无才 便是德 她并不想 显得和那个时代 格格不入 1912年 张又宜说服了父母 和大姐一起进入了 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 在学校里 她受到老师 极为不同的对待 这也多少是因为 又宜没有国脚 张又宜晚年回忆 这虽是一个师范学校 却不曾有一个同学 完成学业 变成老师的 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悲哀 女性不得解放 经济事业不能独立 就永远都是男人的附属品 晚年的张又宜 曾经告诉张邦梅 她说 在中国 女人是一文不值的 她出生以后 得听父亲的话 结婚以后 得服从丈夫 守寡以后 又得顺着儿子 你瞧 女人呢 就是这么不值钱 这是我要给你上的第一课 这样你才能真正了解一切 张又宜抗争命运 但她终究还是活在时代的漩涡里 这是时代的宿命 张又宜 一直清醒 并身安着 所以她知道风往哪吹 她从来都没有迷失过自己的方向 我们跟随着作者的笔触 回顾了张又宜从出生到结婚前的生活 可以看出 这一阶段的她 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女子 对包办婚姻的原配 都没有读过书 没什么见识 这种观念 有了颠覆性的认识 也了解到 张又宜是一个骨子里 很传统的人 那么 张又宜没有裹脚 她的自传 为什么叫 小脚与西服呢 一个传统刻在骨子里的人 是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才活成新女性的样子呢 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才让张又宜和徐志摩走到一起的呢 十五岁 是张又宜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因为她要嫁人了 四哥告诉她 她要嫁的是一个颇有才华和理想的年轻人 那时候张又宜是开心的 还带着些期许 徐家的聘礼很快就送到了 十三岁的张又宜 当时正在江苏都督 承德权创办的 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读二年级 徐志摩也只有十六岁 两年后的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 双方家长 为张又宜和徐志摩 操办了一场极其隆重的旧式婚礼 谁也没想到 这个精心挑选的如意郎君 七年后会公然登报 宣布离婚 他们成了一对惊世骇俗的夫妻 也许这样的结局 是一开始就注定的 一九一四年八月的一天 在上海宝山 一个最有名气的算命媒婆家中 张又宜的母亲 带着她 还有一个木质盒子 里面是张又宜和徐志摩的 生辰八字 看完后 算命媒婆摇了摇头 母亲赶紧追问 怎么样啊 媒婆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说 可惜了 这门婚事不配 男徐志摩 生于一八九七年属猴 命带玩乐 又有狡猾 女生于一九零零年 勤劳富足 又胆小吝啬 但从属相来说 两个人命中犯客 张又宜的母亲 太想要这门婚事了 赶紧问 有没有办法可以补救呢 算命媒婆掐指一算 说 我们可以改一下 女方的生辰八字 改称一八九八年 属狗 那简直是天作之河 回首整个二十世纪初期 层出不穷的新政体 新学界与新道德 不但引燃了王朝革命的炮火 也打开了 未来两性平衡的闸 张又宜 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她做了张家的第一个天足女子 又像男子一样接受现代教育 却终究也没能逃过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连她开明的父亲都认为 女孩子读不读书 没什么差别 关键是要等着一份 上天安排的好婚姻 她又能说些什么呢 她从小接受的 就是这样根深蒂固的教育 从未怀疑 也从未想到反抗 这时候的文明 不过是形式上的大脚 取代小脚 只是有一双天足 思想还缠着裹脚布呢 因为要结婚 张又宜只读了三年书 就被迫离开学校了 她的四哥张公权 时任浙江都督朱瑞的秘书 她视察各学校时 在杭州第一中学 发现有个学生的作文很突出 作文的题目是 《论小说与社会的关系》 文笔老道 大有人工两起超的气魄 且书法俊秀 才华横溢 几经探寻 张公权德西 此人名叫徐志摩 是侠时一个地主富豪人家的独生子 公权自告奋勇 写了封想要联姻的信 给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 徐申如当然喜出望外 立即回信说 我徐申如有幸 取公权之妹作儿媳 1915年 年仅15岁的张又宜 与尚在北平大学读书的徐志摩 结为夫妇 随后张又宜就搬到了浙江侠时徐家 去做少奶奶了 婚后张又宜也曾写信给 苏州第二女子师范学校 希望能够完成中段的学业 但是学校的态度 是必须要重读一年 也就是说 还需要两年才能真正毕业 这对于一个 需要天天料理家务 养育孩子 照顾公婆的新媳妇来说 太过漫长了 于是张又宜读书的愿望成为泡影 一直到晚年 她都为没能到 向丈夫所爱的女人读的 那种一流学校上学 而耿耿于怀 张又宜虽然未能完成学业 但也算接受过现代教育 但是很奇怪 喜欢读新青年 喜欢自由 民主 科学 新思潮的徐志摩 并不喜欢她 婚后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 可是张又宜始终执扭地认为 教育和读书一定可以让丈夫对自己刮目相看 于是求学不成 张又宜就在家里请了家庭教师 学习英语 地理 中文和历史 而那个时候 徐志摩却拜自己的偶像 梁启超为师 在外求学 所以 七年的婚姻里 这对新人在一起的日子 只有短短 四个月 他们不在一起的时候 张又宜都在努力地学习 盼望着 丈夫回家的时候 学问的持平 可以减少他们之间的陌生感 可以让他与丈夫平等地交流 在徐志摩周围的那些女性中 张又宜可能是面容最模糊的 徐志摩的冷淡与离气 会让人想到 她一泪洗面的柔弱 但是 在徐志摩侄儿徐炎眼中 张又宜分明是个女强人 徐炎评价张又宜说 他性格刚强 言语管束 大实甚优 赋予手段 很有主见 也很有主张 且相当主动 徐志摩讨厌张又宜 第一次看到张又宜的照片时 就鄙夷地吐出了一句 乡下吐包子 但梁石秋却称赞张又宜极有风度 风流倜傥的罗龙基 甚至对她一见倾心 这其实来源于 她对现代新思潮女性思想的接受 来源于 她与她生活的时代的握手言和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从某种程度上讲 也许正是对读书的渴望和追求 改变了张又宜一生的命运 张又宜是一个很双面的人 她传统也现代 她接受新思想 但是又很克制 她渴求接受知识和教育 但是最大的梦想 不过是做一名小学老师 教书育人 这也许是因为 她非常理性和现实 她清醒地知道 自己生活的时代 并不相信女子的才情 只相信 簪花 云记 水绣 帘布 再加上精巧的织紧 刺绣等手艺 所有人都认为 只有像后者那样 才是一个真正贤良的淑女 才不用发愁 找不到一个好婆家 张又宜因为一双天族 曾经被大家言语 说她找不到好婆家 这也是她第一次 向这个世俗抗争付出的代价 也正是因为她的双面 多年以后 张又宜告诉 侄孙女张邦梅 她说 我要感谢徐志摩 我要感谢离婚 若不是离婚 我可能永远 都没有办法找到我自己 在那样一个时代 也没有办法成长 她使我得以解脱 成为 另外一个女人 我们大致了解了 张又宜和徐志摩 这段婚姻的起因 也知道了 名义上 七年的婚姻里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 其实只有短短的四个月 也看到了张又宜 不让须眉的气概 和坚强的灵魂 那么 在他们这一段短暂的婚姻里 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出嫁前 张又宜的母亲曾告诫她 第一 在婆家只能说是 不能说不 第二 无论夫妻关系如何 都要持续 以同样尊敬的方式 对待公婆 这两点 就像紧箍咒一样的忠告 被张又宜 视为一生的倾科欲律 她虔诚地遵守着母亲的话 不曾怀疑 甚至 到与徐志摩离婚后 张又宜 依然将徐志摩的父母 照顾得无微不至 两位老人家身后事 都是她一手操办的 所以 她算是将母命 执行到底 可也正是这两句话 几乎束缚了张又宜的一生 古往今来 婚姻状况差得过张又宜的女子 恐怕也没有几个 梁石秋评价许志摩说 她饮酒 酒量不红 适可而止 她或全 出手敏捷 而不多多逼人 她偶尔打麻将 出牌不假思索 挥洒自如 谈笑自弱 她喜欢戏谑 从不出口伤人 她饮酒应酬 从不冷落 认谁一个 但是 一向随和潇洒的诗人 对待自己不爱的 结发妻子 却冷漠 残酷极了 有一天 徐志摩在院子里读书 突然喊一个佣人拿东西 又感觉被养 就喊另一个佣人抓养 在一旁的张又宜 想要帮忙 徐志摩 却用眼神制止她 那是一种轻蔑 而不懈的眼神 让人 不寒而栗 可是 因为母亲的两点忠告 张又宜知道 除了隐忍和接受 自己 别无选择 新婚之夜 徐志摩没有进洞房 而是躲到奶奶屋里 睡了一晚 后来 由于大人的督促 徐志摩 才在佣人的拥挫下 进了新房 她面无表情地 揭开喜帕 除了一句 乡下土包子 再也没有和张又宜讲话 从此 沉默就没有离开过他们 婚后 依父亲的意思 徐志摩应该参与 管理徐家的一些工厂 作坊 可是 徐志摩对这些毫无兴趣 她整天捧着书 心里觉得空荡荡的 实在无聊时 徐志摩会对张又宜 说一些 在杭州医中和北平大学 读预科时的事 语气里的那种兴奋 愉快和留恋 让张又宜 很是感动 她问徐志摩 既然那么好 为什么你现在 不再去读书呢 这一句话 问得徐志摩一时雨塞 说不出话来 张又宜 看着失落的徐志摩 温柔地说 你不用着急 我来替你想办法 张又宜是个聪明人 她想到了二哥张君丽 张二哥介绍徐志摩 进学校读书 公公大概不会反对吧 张君丽很快就帮徐志摩 联系了上海的 进信会学校 这是美国人 在上海办的教会学校 徐生如对这个学校 十分满意 因为上海离辖时很近 坐火车一个小时就能到 这样儿子在星期天 就可以回家 可是徐志摩读了 不到一年即北上 考入天津的 北洋大学法科 徐志摩北上求学后 张又宜在空空的屋子里 心里也是空空的 她不能出门 不能上学 每天在院子里 缝缝补补 虔诚地等待着好几个月 回家一次的丈夫 然后 又是一个人的沉默 在床子之间 徐志摩在最想摆脱 张又宜的时候 败给了她身材不错的肉体 婚后第三年 他们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 然后 徐志摩便远赴英国求学了 张又宜守在家乡 也苦学英语 她天真的以为 只要紧紧追随丈夫的脚步 便能抓住丈夫的心 所以 徐志摩来信 要求张又宜陪读时 她欢天喜地地购置了衣物 希望再见时 徐志摩不再把自己 看成土包子 后来 张又宜回忆说 轮船上的我啊 激动又不安 害怕 这是我和公婆的一厢情愿 在马赛港港口 张又宜几乎一眼 就从密集的人群中 认出了丈夫 怎么会不容易看到呢 她是人群中 唯一一个 显得极为不耐烦的人 这万千人中的一眼 丈夫那张写满了 反感和厌恶的脸 让又宜的心 又一次 坠入了万丈深渊 到英国后 徐志摩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带又宜 去了巴黎百货商场 她帮又宜挑了一些 外国时尚的衣服 有羊裙 丝袜 皮鞋 还有帽子 相比之下 又宜从家里带来的衣服 全都不对劲了 衣食住行 衣字打头阵 张又宜在装扮上的落伍 使得洋气的徐志摩 颇不能接受 徐志摩根本没有 征求又宜的意见 购物过程中 又宜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 就是机械的试衣服 一直试到丈夫点头为止 张又宜和徐志摩唯一的一张合影上 她戴着大大的圆顶宽边遮阳帽 自有一种诚恳老实事的端庄 说土气有点过 顶多 就是老气 徐志摩的男人 顶多的女人 既然也不孤独到 是在康桥 邪后的 林辉音 1920年 林辉音的父亲林长民 正谈失忆 带着林辉音 到了伦敦 徐志摩当时 也刚到英国 他先结识了林长民 后来又认识了他的女儿 林徽因当年只有16岁 还是个中学生 在伦敦时 与徐志摩曾有过一段朦胧的恋情 但是1921年 林徽因回国之后 便与梁启超的公子梁思成 确立了恋爱关系 即便如此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恋并未降温 有一个小故事 或许颇能说明 徐志摩当时的执着与尴尬 徐志摩回国之后 在北平的松坡图书馆任职 馆址有两处 一处是在西单附近的 十虎胡同七号 一处是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 梁启超是馆长 在快雪堂办公 快雪堂是一处幽静古雅的院落 星期天不对外开放 梁思成因关系特殊 备有钥匙可自由出入 便约了林徽因来此谈情说爱 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里 去的次数多了 自然引起了梁思成的反感 后来梁思成便在门上贴一纸条 上书 情人不愿受干扰 徐志摩 徐志摩见了 只得样样离去 后来梁启超还亲自写信批评徐志摩 在婚姻爱情上的荒唐行径 但徐志摩并未退缩 他回答道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 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 得知我性 不得我命 如此而已 1920年冬 徐志摩写信要张又宜陪读 也只是应张军丽之情 张又宜后来知道 那次飘洋过海的陪读 不是徐志摩要他去的 而是公婆为了提醒徐志摩 对家里的责任送他去的 多年以后 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 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 他又写下了自己 那特立独行的爱情宣言 他写道 我知甘冒事之不韦 乃求良心之安顿 人格之独立 徐志摩不在乎刚常伦理 只在乎内心的渴望 所以张又宜的婚姻 一开始就是错误的 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 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人 我们看到了张又宜和徐志摩 婚姻里的种种不幸 看到了徐志摩的冷漠 张又宜的隐忍 也知道了 这一段婚姻虽然不美好 但是他们还是生了一个孩子 那么被称作婚姻关系纽带的孩子 给这段婚姻带来了什么呢 面对不负责任的丈夫 张又宜是如何做的呢 婚后 张又宜心疼丈夫没有办法读书 托尔哥张军丽 建设她去上海静信会学校读书 1916年 徐志摩从张军丽推荐的上海静信会学校 考入了天津北洋大学 1917年秋 北洋大学并入燕京大学 徐志摩又辗转来到了北平 同年 张军丽为徐志摩引荐了 自己在日本求学期间的恩师 梁启超 这个徐志摩偶像级的人物 收了他做入门弟子 从这时起 徐志摩就有了去美国留学的想法 但是 他每每和父亲徐深如提起 总是被毫不犹豫地拒绝 直到1918年 他和张又宜的第一个儿子 徐基凯出生 于是 1918年8月14日 徐志摩在梁启超的推荐下 赴美国自费就读于 克拉克大学历史系 1919年6月 徐志摩从克拉克大学毕业 同年9月 他考入了九富盛名的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 1920年 徐志摩打点行李 到英国去 正是因为这次英国之行 徐志摩认识了林徽因 爱上了林徽因 张又宜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因为心疼丈夫 想尽办法让她去读书 却因为对丈夫的这份爱 葬送了自己的婚姻 也许徐志摩是情质深处 作为一个世人 他的爱情是提纯的 所以他热烈地追求林徽因 坚定地厌恶张又宜 但是又却如张又宜晚年所讲 如果丈夫是在告诉我 她想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之后便斩钉截铁地离了婚 而不是在藕断丝连中得拢望蜀 有了心仪的女主角之后 再义无反顾地离婚 那我会觉得 她是一个纯粹追求浪漫和诗意的人 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张又宜一直清醒 她把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 只是她的话剧还没有谢幕 她不能退场 徐志摩的一生写了很多诗歌 最负盛名的都与剑桥有关 因为这是她和林徽因邂逅的地方 但是后来林徽因最喜欢的却是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到你的波心 你不必经意 也无需欢喜 在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 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汇时 互放的光亮 1926年 徐志摩才从对林徽因热烈的爱恋中走出来 爱上了号称 北平城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的 陆小曼 并与之成婚 可是 短短两年后 徐志摩的理想爱情 就遇到了现实残酷的滑铁卢 他不得不为陆小曼 一个月五六百大阳的开支 而疲于奔命 后来 很多人说 徐志摩的死 是一种解脱 因为 他已经在理想爱情 与残酷现实之间 进入了进退两难的围骨 在他视为超乎生命的爱情上 他已经身心俱疲 没有希望 没有出路了 1918年4月的一天 张又怡和徐志摩的儿子 徐姬凯出生了 乳名 阿欢 同年7月 徐志摩从北平回家 第一次从妻子手中 接过自己的亲骨肉 狂喜 激动 震撼 充实 自豪 淹没了他 那一刻 他心神动容过 他想着 得妻如此 父父何求 然而 这种感动 不过持续了短短几秒钟 转瞬间 他又回到了婚姻的牢笼 他仍旧坚定地 想要出逃 儿子的出生 带给徐志摩的 不只是 出为人妇的喜悦 更重要的是 父亲 对他去美国留学的应允 他这次回来 不是为了团聚 而是 为了道别 张又怡 有一张18岁那年 抱着儿子阿欢的照片 本来 处于花样年华 但是 他头发后面 挽着发际 穿着黑色的长袍 胆怯地 勾搂着后背 像个中年妇女 老太尽险 张又怡和丈夫 其实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叫徐基凯 次子叫徐德生 名彼得 三岁就夭折了 1925年3月 徐志摩为躲避 王庚与陆小曼的 离婚风波 而到了欧洲 张又怡 拿着唯一一张 彼得的照片 对丈夫说 儿子喜欢音乐 每天都要听着音乐 才能睡着 他也认得徐志摩的照片 自己没有交过 但他就是认得 如果说 在徐家独守深归的日子 望福玉川的话 那么 在英国陪读的日子 简直 就是下了地狱 因为在这里 他们生活拮据 每个月都巴巴地 等着家里寄来的汇票 没有佣人 只有繁重的家务 从小 锦衣玉食的张又怡 不得不像个佣人一样 每天打扫卫生 操持一日三餐 但是 张又怡没有抱怨 因为 丈夫至少每天都是回家的 虽然和丈夫的生活 一直沉默死寂 但是 丈夫每天 还是能按时 回家吃饭 每天晚上 无论多晚 他依然能够 等到他 和自己 在一张床上安眠 可是这样的日子 让徐志摩 快要崩溃了 他坦白道 我们两个人的婚姻呢 真是滑稽 做夫妻 还得拿捏着做 我们 在还不知道 怎么拿捏的时候 就被推到了 这样一个 进退为谷的境地 上不来 下不去 妻子憋屈 我难受 两个人都窒息不自在 只因为 我们没有感情 很多时候 我们经过 来不及认真 和尽心对待彼此 就仓促告别了 徐志摩 对张又怡如此 林徽音 对徐志摩 也是如此 多年以后 林徽音开始明白 人事沧桑 和人情冷暖 才明白 徐志摩当年 为自己做的事情 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徐志摩 是幸运的 因为 虽然 姗姗来迟 但是 林徽音 终归明了了 他的心意 可是 张又怡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他只能凭借着 自己一颗强大的内心 才把悲剧的人生 过得风生水起 离婚后 和张又怡的儿子出生了 以及 他们在海外的生活 字里行间也可以看出 这段婚姻的错误 是根深蒂固的 其实 没有谁对谁错之分 夫妻两个对彼此的态度 也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张又怡 没有以前 那么以丈夫为全部了 徐志摩 也有点 理解张又怡了 面对不幸的婚姻 张又怡的心境 也在慢慢地 发生着变化 他开始试着 从完全铺在 丈夫身上的心思中 分出一点来 给自己 他开始学会 自我开解 开始学会 不那么委屈自己了 有了这些微妙的变化之后 这段婚姻 又会怎样发展呢 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呢 张又怡 是如何排遣 婚姻中的不安的 虔诚地等待 拨下希望的种子 然后等待花开 张又怡 在被徐志摩 辜负的漫长岁月里 是安静的 安静地 让人心疼 然而 张又怡 没有那么痛苦 她知道 爱是不束缚 不占有 虽然 她也认为 只要丈夫不抛弃 自己 就还是她的 但最终 张又怡的 这份卑微的等待 还是到了尽头 时间一到 一切 就发生了 张又怡 到伦敦的时候 徐志摩 已经和林徽因 相识 相恋 两个人 一起撑船 在坑河里游玩 1928年 徐志摩 重游 康桥 物是 人非 往事 重重 成就了著名的 再别 康桥 梁启超 曾经问 徐志摩 你的人生 难道 只有 爱情 徐志摩 回答道 我追求真 后来 徐志摩 1931年 11月19日 在济南附近的 党家庄 飞机 失事遇难 梁思成 从北平 赶去处理丧事 从现场 捡了一块 飞机残骸 拿回来 去给林徽因 林徽因 非常悲痛 就把这块残骸 挂在了卧室的床头 直到 他1955年去世 就一直 这么挂着 民国时代 人们对感情的理解 都太完美高尚 新文化运动的时期 那些人物的感情 闻名到了骨子里 张又怡 就是这样 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游离在这样一群 纯粹的理想主义者边缘 他仰望着他们 却进不去他们的圈子 许志摩和张又怡 在沙士顿住下后不久 张又怡就怀孕了 可是 此时许志摩 正在追求林徽因 无暇顾及张又怡 便说 把孩子打掉 那年月 打胎是危险的 张又怡说 我听说 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徐志摩冷冰冰地说 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 难道你看见人家 不坐火车了吗 徐志摩要马上离婚 见张又怡不答应 一周后便一走了之 将张又怡一人 撇在了沙士顿 产期临近 无奈之际 张又怡给二哥张军丽 写信求救 在二哥的安排下 先去巴黎 后又去柏林 生下了孩子 徐志摩 须志摩明知张又怡的去向 却没有理睬 只是在要办离婚手续的时候 才找到柏林 逼他签下了离婚协议 产后 张又怡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 雇了保姆 自己学习德文 并进入菲斯塔洛奇学院 专攻幼儿教育 1925年 次子彼得死于覆魔岩 张又怡带着一颗破碎的心 辗转德国 便工作 便学习 学得一口流利的德语 他严肃的人生理念 契合德国严谨的工作作风 他找到了自信 找到了人生的支撑点 张又怡将自己的一生 分为去德国前和去德国后 去德国前凡事都怕 到德国以后 变得一无所惧 许志摩第一次开口提出离婚 也让张又怡有生以来 第一次提高嗓门 小脚与西服不搭 成了他们离婚的导火索 有一天早上 徐志摩对张又怡宣布 今天晚上 家里要来个客人 他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 我要带他到康桥逛逛 然后带他回来吃晚饭 在那之前 他们家里从来没有来过客人 因为徐志摩 从来不打算 把张又怡 介绍给他的朋友 所以那天张又怡很惊讶 可是他只是对徐志摩点了点头 问他想要什么时间开饭 徐志摩说早一点 张又怡就告诉他 五点吃饭 后来张又怡回忆说 他那一整天都在打扫 买菜 准备晚饭 他以为他要和徐志摩准备取来 当二太太的女朋友见面了 因为他知道 梁启超的小太太 就是他在日本求学时 嫁进他家的 徐志摩很有可能会如法炮制 张又怡一整天都面临着 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 他还胡思乱想着 那个人正在英国一所大学读书 所以应该比我有学问多了 他还料想 那女人一定会讲流利的英文 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 爱好文学 女人对情敌的本能反应 让张又怡一整天都魂不守舍 有一会儿 他想到徐志摩的女朋友 说不定是个洋女人 可是很快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没有外国女人会同意 以二太太的身份 嫁进一个家庭的 张又怡从早到晚 不得不一再向自己保证 我在徐家的地位 是不会改变的 我替他生了儿子 又服侍过他的父母 我永远都是原配夫人 于是他发誓 他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 超脱徐志摩 强迫他接受的这项屈辱 对这个女人的态度 要坚定随和 不要表现出妒忌或生气 后来张又怡的侄孙女张邦梅 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 他居然想不起来 这个让他坐立不安了 一整天的女人的名字了 他唯一真正记得的 是那个女人的外表 因为那个女人那天 特别努力地 想表现得洋里洋气 他头发剪得短短的 擦着暗红色的口红 穿着一件毛料海军裙装 可是张又怡顺着他那 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时 却看见了一双挤在 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 这心事的女子裹了脚 这让张又怡差点放声大笑 那天吃晚饭的时候 这个叫袁昌英的女人 滔滔不绝地讲自己的家事 可是张又怡脑子里 只有一个想法 自己并没有一双小脚 年轻的时候也读过书 自己学的东西 可以和这个女人一样多啊 他恨徐志摩 想在家里多添一个女人 恨他没有小心看紧荷包 现在家里又多了张嘴要胃 吃过晚饭后 徐志摩把袁昌英送到火车站 张又怡在那个晚上 被搞得心烦意乱 他慢吞吞地洗着碗盘 徐志摩回到家的时候 张又怡还在厨房洗碗 徐志摩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 在他身边转来转去 张又怡被他弄得心烦意乱 因为徐志摩的这个行为 太反常了 张又怡洗好碗盘以后 徐志摩跟着他走到客厅 问他对袁昌英有什么意见 虽然张又怡已经发誓 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 可是因为脑子里 有太多念头在打转 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 嗯 他看起来很好 虽然小脚不搭调 徐志摩不再绕着客厅走来走去了 他把脚跟一转 好像张又怡的评语 把他的烦躁和挫折 一股脑宣泄了出来似的 他突然尖叫道 我就知道 所以我才想离婚啊 在徐志摩眼里 张又怡这个思想上的小脚女人 是配不上他的 那天晚上 张又怡上床以后 徐志摩还在客厅用工 到了三晶半夜 他才捏手捏脚的进了卧室 在背着张又怡睡的时候 身体轻轻擦到了他 张又怡虽然知道 他是不小心的 可是 却有一种 这是他们身体上最后一次接触 也是在向他们那段可悲的亲密关系 挥手告别的感觉 我们跟着作者的笔触 走进了徐志摩和张又怡 这段可悲的婚姻 在张又怡和徐志摩的婚姻中 最著名的一件事 小脚与西服事件 也可以看出 如果说 小脚与西服事件以前 这段婚姻只是无言尴尬的话 那这件事以后 这段婚姻 彻底崩溃了 那么 事件的后续是怎样的呢 这段婚姻的最后一段是什么样的呢 小脚与西服事件后 大约一星期 有一天 徐志摩就像他当初 突如其来的要求离婚那样 突然消失了 他的衣服和洗漱用品 统统留在家里 书本也摊在桌上 张又怡知道 要是徐志摩早就计划离家出走的话 他至少会记得带他的书 怀孕的身体负荷 让张又怡害怕 他没法再睡在 与徐志摩共枕过的那张大床上 他完全孤立无援了 有天早上 一个叫黄梓美的男子来造访 他说 从伦敦带了徐志摩的口信 给张又怡 黄梓美轻皱着眉头说 他想知道 黄梓美好像正在一字不漏地搜索 徐志摩说的话那样 顿了一下 接着又说 我是来问你 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 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 张又怡 没有立刻作答 因为这句话他听不懂 随后他问 这话什么意思 我不懂 黄梓美喝了一小口茶 若有所思地打亮着张又怡的头发 脸孔和衣服 张又怡知道 他准备回去向徐志摩报告结果 一念几次 他就火冒三丈 徐志摩忙得没空来见我是不是 你大老远跑到这来 就是为了问我这个蠢问题吗 然后他就送黄梓美到门口 坚定地在他背后关上了门 又怡知道 徐志摩不会再回来了 徐志摩以小脚和西服不相配为理由提出离婚 他说的小脚 当然只是象征 徐志摩眼里的张又怡 深受旧式中国传统礼教的束缚 遵从一切传统规范 博得了父母的欢心 而这思想的裹脚步却是自己厌恶的 所以他要离婚 而在张又怡的眼里 离婚就是被休 他坚决不同意 认为自己没有犯妻初衷的任何一条 徐志摩离家出走之后 张又怡在二哥的帮助下 辗转来到柏林 在那里生下次子彼得 这个时候 一直杳无音信的徐志摩露面了 他来找张又怡签离婚协议 张又怡签了字 这是中国历史上依据民法生效的 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签好离婚协议后 徐志摩跟张又怡去医院 看了小彼得 徐志摩把脸贴在玻璃窗上 看得神魂颠倒 但是他始终没有问 张又怡要怎么养孩子 他们孤儿寡母 怎么活下去 徐志摩当时追到柏林 找张又怡签离婚协议 是因为那个时候 林徽因已经回国了 他急着回国追求林徽因 就在张又怡含辛辱苦 忍辱负重的同时 徐志摩终于在1922年8月 追随不辞而别的林长民 林徽因妇女 返回了中国 徐志摩回国后 还没有挽起袖口 报效国家 就先做了一件 一鸣惊人的事 1922年11月8日 新浙江复刊 新朋友的离婚号上 发表了 中国第一宗 西式离婚通告 通告后半部分 徐志摩说道 目前的情况 离婚的结果 还不见男的方面亏缺 男子再娶 绝对不成问题 女子再嫁的结婚 及时有 总不公平 固然 我们同时应该打破 男必娶 女必嫁之谬件 但不平等的现象 依然存在 这女子不解放 也是男子 未尽解放的证据 我们希望大家 努力从理性方面进行 扫除陋习迷信 实现男女平等的理想 徐志摩带着 普世慈悲的情怀 控诉了 离婚 对女子的不公平 但是 她同情了 整个世界的女子 却没有同情 自己身边的张又怡 张又怡也明白了 人各有命啊 不用说 丈夫不爱她 就算是相爱的人 不能在一起 也就不能在一起吧 一辈子 其实没有那么长 徐志摩 曾在陆小曼 吸食鸦片之后 找张又一谈心 徐志摩说 自己是心往光明里走的 但是脚步 却迈向了黑暗 不知道 风往哪吹 不知道生活接下来 会怎么样 生活的多 迷失了方向 张又怡说 其实 没有那么困难 就是学会认命吧 接受最坏的 看接下来 还能再多坏 然后 管它是风是雨 往前走 就是了 有人说 失去的东西 其实从未真正属于你 不必惋惜 也不必追悔 张又怡走出痛苦的时间很短 不是因为它不疼 而是因为它知道 喊疼也没有用 无论身处何种年代 何种体质 没有人 能够替自己 照顾好自己的内心 秋天的扇子 可以很贴切地形容 背叙之魔 孤零零 丢在沙士顿的张又怡 她像一把秋天的扇子 是个 遭人遗弃的妻子 就在这个时候 她考虑 要了断自己 和孩子的生命 她想 干脆 从世界上消失 结束这场悲剧算了 这样多简单 她甚至想到了 种种的方法 一头撞死在阳台上 或者 栽进池塘里淹死 也可以关上所有窗户 扭开瓦斯 她绝望地想 徐志摩 这样抛弃我 不正是安着 要我去死的心吗 后来 她记起《孝经》上 第一个 孝道基本守则 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不起毁伤 孝之食也 她这才 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就这样 张又怡 以她惊人的人格力量 度过了人生的 第一个难关 她选择 更轻松地学习 更自在地生活 看着儿子 快乐地 长大成人 谁知 天有不测风云 1925年 才满三周岁的 小彼得 患病夭折了 天里迢迢赶来的 徐志摩 看到的是小彼得 活泼可爱的一项 一撮冰冷的骨灰 和张又怡 凄惨无比的面容 在彼得墓前 徐志摩放声大哭 把一腔忧愤 向墓中的爱子 细细倾诉 她忏悔 追问 迷茫 这个时候 是张又怡 又一次 以她可敬可配的人格力量 跨过丧子的哀痛 向徐志摩 伸出温暖的手 张又怡 千方百计地 安慰徐志摩 陪她上歌剧院 看茶花女 陪她去巴黎 威尼斯 罗马等地旅游 在与徐志摩 离婚后的三年里 在柏林艰难困苦的 留学育子生活之外 张又怡 与徐志摩 书信来往不断 无论是不是夫妻 她都是徐志摩 最可依靠的人 我们读到 从小角与西服事件 到离婚 张又怡 和徐志摩 这段婚姻 走向结束的 潜因后果 张又怡 遭受了太多 莫名其妙的委屈 背负了很多 本不该 她背负的压力 也经历了很多 在世人看来 无法承受的痛苦 了解到 在整个过程中 张又怡 遭受了太多的 委屈和不幸 但是 又怡 并没有被这些 艰难困苦打倒 她硬是凭借自己 惊人的人格力量 一个个地 战胜了这些难关 她变得更坚强了 那么 告别了不幸的婚姻之后 张又怡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呢 接下来 又会发生 什么样的故事呢 人的一生 很难说 不会遇到坎坷 但并不是所有的坎坷 带来的不幸 都是相同的 有的人 遭遇了困苦潦倒 有的人 常常深陷在 精神的困苦中 无法自拔 这种困苦 会毁掉人的精神防线 让人 迷失自我 对自己 极度没有自信 张又怡的一生 未曾穷困潦倒 但是 她的围城七年 却在无碍中飘摇 但张又怡 从不幸的婚姻中 她学会了 一个人 面对生活的 病荒马乱 这段苦痛 终究被她 转化成了 生命中的财富 对于一段一开始 就没有 长远性的婚姻而言 回头和终结 都是痛苦 腹背受敌 张又怡 像一朵低调 而华丽的黑玫瑰 一直都卓越 而不张扬 爱的炙热 而深沉 在一切与生命 有关的活动中 爱 是最能让人感动 也是最伟大的 徐志摩 这块执拗的冷铁 最后 也在婚姻的 捉襟剑肘中 感悟到了 原配的体贴 与温暖 经历过 城市纷扰的世人 都确信一个真理 大道质简 越简单 越幸福 幸福归根结底 来自于 自己的心安 张又怡 早就看到了 这种生命的本质 他的生活表面上 一直风平浪静 其实 胸中 总有波澜 他一直憋着 一股倔强的劲儿 他要证明给那个 鄙夷自己的男人看 那个男人说 自己是旧社会的女人 他就偏要在国外 省吃俭用 成为张家 第一个 留过洋的女孩子 他就算 在异国他乡 被丈夫抛弃 身怀六甲 也未曾轻生 张又怡 显然在生命的起伏中 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读懂了 生命的 各种奥秘 1924年 离婚之后的张又怡 没有颓废 他雇了保姆 自己刻苦学习德文 进入了 斐斯塔洛奇学院 攻读幼儿教育 他拒绝一心追求 洁身自好 独自抚养彼得 彼得夭折后 他没有抱怨 而是带着一身本领 动身回国 德国的孤苦无依 和韬光养晦 为他回国大显身手 积累了资本 1926年下 张又怡被八弟张雨九 接回了上海 不久 他又带长子徐基凯 去北平读书 直到母亲去世 他写子回户 此时 张又怡的四哥张家敖 已经是中国银行副总裁 并主持上海各银行事务 徐生如也把海格路125号 送给张又怡 使他在上海 衣食无忧 徐家二老带张又怡胜过 亲生女儿 他们甚至把家产一分为三 徐之魔和陆小曼一份 徐基凯和张又怡一份 他们老两口一份 张又怡和徐之魔离婚后 在柏林求学期间 曾有适龄男子追求他 他的回答很简单 我还不想结婚 那时四哥张家敖曾告诫他 为了保住张家的颜面 他在未来五年内 都不能叫别人 看见他和某个男人同进同出 以免别人认为 徐之魔和他离婚 是因为他自己不守妇道 徐之魔追求的理想爱情 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了寒冬 而张又怡不同 他只活在当下 他沉默地等待着 梁启超在给徐之魔 和陆小曼的婚礼贺词中讲到 徐之魔性情浮躁 以至于在学术上一事无成 用情不专 以至于离婚再去 而张又怡不同 他的等待很慢 细水长流 漫成了一生 德国五年 张又怡如凤凰涅槃 欲火重生 回国后的张又怡 创办了中国第一家 女子商业银行 出任副总裁 他把办公室设在了银行大厅 职员的工作效率大大提高 让濒临倒闭的上海女子储蓄银行 起死回生 自此 张又怡一生的事业 扬起了新的风帆 她的沉默 她的等待 终于看到了结果 当经历了足够多 一定会明白 人生其实不必去争 因为终有一天会发现 时光依旧锋利如初 而主人公们 已经清静如水 从容似风 有欲而不执着于欲 有求而不拘泥于求 越活越平和 也会放下越多 其实当万水千山走遍 就会发现 经历的 都是拥有的 张又怡出任 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的同时 八弟张于九 与徐志摩等四人 在静安四路 开了一家云商服装公司 张又怡出任总经理 1934年 张又怡的二哥张军丽 主持成立了国家社会党 张又怡又应邀管理该党财务 一时 微风八面 抗战爆发后 张又怡又开始做军用染料的生意 同时 张又怡还很有经商理财的头脑 在大风大浪的股市里 赚了不少钱 然后 在自己家附近 建新房 给徐志摩的父母住 他还炒作过风险更高的棉花和黄金 有人说 喜欢向日葵的人 心里都住着一个太阳 喜欢阳光的人 都被关不到哪里去 乐观向上的人 总有好运气 但毕竟 这是一个现实的世界 人们总在用内心的尺度 丈量着外面的世界 并非所有人 都是懂得感恩的 在生活中 你会发现 对一个人越好 有的时候 反倒会让人 觉得理所当然 相信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徐志摩 是体会不到张又怡 对徐家的付出的 直到 他和陆小曼的婚姻中 他的付出 也同样见不到阳光 他才明白 很多人像他一样 一直在心向太阳 默默付出 所谓情义 不是得意时的花言巧语 而是关键时 拉你的那只手 张又怡的一生 每次面对徐家 他似乎都在点头 无怨无悔 一心一意地 满足他们的需求 张又怡 后来和徐志摩 成了好朋友 他说道 如果早些年 是这个样子 该有多好 在他还是徐志摩 妻子的时候 他不敢表达自己 从未让丈夫知道 自己内心的渴望 只是 默默地付出着 生命 兜兜兜转转 本来就无常 当明白了这些 就不会轻易张扬 张又怡出场平凡 但是他刻苦勤奋 风光之时 他也曾战战兢兢 经历了太多 世事无常 他太明白 今日华丽风光 明日可能浪迹一场 这样的道理了 张又怡从不曾怨恨 因为他知道 就算现在 绸云惨淡 终究也会有 满天阳光的那一天 人生得失 如是 不过是烟花一场 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 走进了 离婚后张又怡的生活 我们很欣喜地看到 从未被生活 善意相待过的张又怡 没有沉沦 没有怨恨 只是默默前行 我们也很开心地看到 张又怡在困难挫折中 找回了真正的自我 张又怡 在和徐志摩离婚后 终于活出了自我 他的才华开始显露 他和徐志摩成为了 可以敞开心扉的朋友 他开始真正地 为自己而活了 那么坚强且睿智的又怡 还会给我们带来 怎样的惊喜呢 张又怡似乎很有经商头脑 在股市里赚了不少钱 他和徐志摩离婚后 通信不断 感情 反而比结婚时好 并且他还时不时地 接近徐志摩 他们的通信 基本都是事物性的 张又怡承认 和徐志摩的离婚 使得自己脱胎换骨 找到了久违的自我 1949年 张又怡定居香港 在香港 一个小他三岁 善良潇洒的一生 苏继枝 走进了他冰封的世界 慢慢地 他的心融化了 他的爱 复苏了 1953年8月 孤单漂泊了31年的张又怡 与苏继枝 在日本东京银行大街 一家大酒店 举行了一场盛大隆重的婚礼 婚礼上 54岁的新娘 淡雅的脸上 洋溢着少女一般 幸福的红韵 在徐志摩 陆小曼结婚之后 张又怡 依然照顾徐家父母 1931年 徐母病重 她还以异女的身份 操持徐家家政 1931年 11月19日 徐志摩 在济南附近党家庄 飞机遇难 张又怡 派13岁的儿子徐姬凯 与八弟 一起料理前夫的后事 后来又主持了 徐志摩的葬礼 1926年10月 徐志摩与陆小曼 在北平的北海公园 举行婚礼 婚后 他们回到辖时 与父母同住 陆小曼不拘小节的浪漫狂放 令徐家父母深恶痛绝 一个月后 徐家父母离开家乡 到北平 投奔张又怡 二老把张又怡 当作一女 更是从心底里 把她当作 唯一的儿媳 人说 女人一定要有五样东西 扬在脸上的自信 长在心底的善良 融进蓄力的骨气 两侧外露的霸气 刻进命里的坚强 张又怡的沉默 带着一种大到从简的简单 她随遇而安 反而在平安中 得到一份祥和 不至于到最后 落魄孤独 张又怡 其实没有什么卓越的才华 若外貌颜值 知性优雅 不如灵婚音 脚憨妩媚 不如陆小曼 却脚踏实地地 收获了一份事业和爱情 归根结底 是因为张又怡 不曾富过任何人 她的成功 在于不管再怎样的内境里 都没有舍弃真诚 她丢掉了第一段婚姻 却没有丢掉自己的良心 和感恩 女人活着 应该有自己的一种姿态 可以像陆小曼一样 百般娇媚 性感妖娆 可以如灵婚音一样 知性优雅 也可以和张又怡一样 贤惠能干 就是唯独 不能失去对生活的希望 和女人的本真 你是什么样的人 就会吸引什么样的人 爱情是同样次场的 吸引力的如期而至 抱怨 注定让美好的东西 都让路离开 女人可以不美 可以不媚 但是 不能没有自己的味道 晚年的张又怡 其实是非常有魅力的 很多优秀的男人 都曾经追求过她 心如所求 便不受万象牵绊 心如牵绊 作也从容 行也从容 故声尤雅 张又怡是干练的 雷厉风行的 务实的 她从不害怕付出 因为那是她本身 就拥有的 刻进骨子里的东西 她在与生活的交手中 明白了这个世界的真相 只能为自己而活 但是要替别人着想 她原谅了生活的刁钻为难 张又怡的一生 从不计较 一直淡然地 保持着最真的自己 所以 她的一生 纯真而又简单 梁世秋在 谈徐志摩一文中 对张又怡的评价 极为重肯 她说到 她沉默地 坚强地过她的岁月 她尽了她的责任 对丈夫的责任 对夫家的责任 对儿子的责任 凡是尽了责任的人 都值得尊重 张又怡形容自己的一生是 我是秋天的一把扇子 只用来驱赶吸血的蚊子 当蚊子咬上月亮的时候 主人将扇子撕了 生命的可悲就在于 张又怡精明干练 她的爱情 以理智的成分居多 缺乏浪漫的诗意 所以徐志摩并不领情 其实 生命就是一种缘分 可以追求的 未必能得到 努力追求的 未必能获取 生命中的灿烂 人生中的辉煌 往往都在于 不期而遇 张又怡在知道婚姻不可挽回之后 果断地和过去告别 告别让人压抑的婚姻 告别那个只为丈夫而活的自己 张又怡没有在明知不可挽回的事情上蹉跎岁月 所以她还有很长的时间去追求新的人生 追求成功的事业 邂逅美丽的爱情 终得人生圆满 所以啊 郁郁不得致时 不必懊恼 也无需难过 也许 只是方向错了 不妨和过去告别 然后换个方向 继续前行 女人生 不会只经历一次爱情 但是归宿 却只有一个 张又怡在53岁时 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 张又怡 1949年去了香港 认识了她的房客苏继枝 这位医生性情温和 谈吐风雅 不料老婆弃她而去 她一个人抚养四个孩子 相似的命运 让张又怡与苏继枝 惺惺相惜 家上住在一起 宛如一家人 难免日久生情 1953年 苏继枝 向张又怡求婚了 张又怡 先后给自己的二哥 四哥 儿子徐基凯 写了信 二哥和四哥 不知可否 只有儿子的信 让张又怡 泪流满面 放下了一颗心 儿子写道 母职已尽 母心一味 谁为母事 谁伴母事 母如得人 而请赴事 就这样 张又怡和苏继枝 这两位 泪经沧桑的人 终于找到了 最好的另一半 她们和美平静地 生活了二十年 后来 苏继枝因为肠癌 先走一步 其实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爱情 真的只是生活中 很小的一部分 女人能否得到 异性的尊重和爱护 很大程度上 不在于她的出身 而在于 她能否成为她自己 张又怡的智慧 就在于 她能把生活中 所有的心酸和悲哀 变成前进的动力 她自信地昂起头 靠着坚强和拼搏 成就了男人 都望尘莫及的事业 最终赢得了 世人的尊重 和美满的爱情 我们跟着作者的笔触 一起走进了 张又怡人生的中后期 这个时期的又怡 已经是一个 备受尊重的女强人了 她没有被生活的 艰难困苦打倒 反而以苦难为铠甲 在与生活的斗争中 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成就了一番事业 她遵从自己的内心 邂逅了美好的爱情 虽然早年生活不幸 但是生活仿佛补偿 又怡似的 给了离婚后的又怡 成功的事业 美满的爱情 所以在张又怡的生命里 幸福也未曾缺席 只是来得迟了点 那么在张又怡人生的最后阶段 有发生过什么样的故事呢 1931年11月18日 徐志摩去世的前一天 张又怡还在云商服装店里 见到过她 那天 徐志摩来店里 问了一下 替她做几件衬衫的事 然后和张又怡 闲聊起来 张又怡这才知道 徐志摩是11月11日 从北平到上海的 因为家里入不敷出 她定居上海后 不得不出任 北平大学英文系教授 并在北平一所女子大学兼职 请1931年春之下 她南北往返 竟达八次之多 徐志摩13日回家之后 又与陆小曼大吵一架 徐志摩 毕竟只是一介书生 不忍撕破脸皮大吵大闹 只好忍气出走 借叹就反顾 以消气解闷 17日 徐志摩准备行李 陆小曼问 你准备怎么走呢 徐志摩说坐车 陆小曼又说 到南京还要看朋友 怕19日赶不到北平 徐志摩说 那就坐飞机 陆小曼说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不许坐飞机 徐志摩还和他开玩笑说 我喜欢飞啊 看人家雪来 死得多风流 18日 徐志摩乘车抵达南京 住在何京武家 晚饭后 他去找杨信佛 不料主人不在 他就留下一张纸条 写着 财道凤业 为物为畅 请去香梅处 明早 飞北平 绿不霍剑 北平 闻颇恐慌 急于去看看 幸福兄 安好 这张纸条 这张便条 后来变成为 徐志摩的绝笔 绿不霍剑 不知 是不是徐志摩的 第六感觉 果然 从此 永远不能再相见了 然后 徐志摩去了 张星海 韩香梅的家 等了一会儿 主人回来了 杨信佛 也一起来了 徐志摩临走时 忽然转过身来 像兄长似的 亲吻了 韩香梅的作家 没想到 这一吻 也成了永别 19日早晨八时 徐志摩 搭乘中国航空公司 济南号飞机北上 时时时分 飞机抵达徐州加油时 徐志摩 给陆小曼写了封信 说自己头痛得厉害 实在不想飞了 但是 等飞机加好油后 徐志摩又坐上了飞机 党家庄一带大物弥漫 飞行员为了寻找航线 降低飞行高度 不慎 误撞开山山顶 鸡身骑火 坠落于山脚 徐志摩去世当天晚上 凌晨一两点钟 有人敲张又怡的门 推门进来的佣人说 有位中国银行的先生要见他 那人手里还拿着一份电报 张又怡到了饭厅 请那位先生坐下 结果电报就看了起来 看到徐志摩的死讯 他一时难以接受 发起证来 我们怎么办呢 那人见张又怡拿着电报 呆呆地立着 开口问道 那人说自己去过陆小曼的家 可是陆小曼不收着电报 还说徐志摩的死讯不是真的 他拒绝去认领尸体 张又怡派徐志摩 以徐志摩儿子的身份 去认领父亲的尸体 并且马上打电话 给八弟张于九 请他带徐志摩到出事的现场 徐志摩的父亲徐深如 该怎么跟他说呢 他年纪大了 可受不起这样重的打击 不能将真相告诉他 于是张又怡说 有架飞机出事了 志摩也在飞机上 现在在医院抢救 徐父说 他不愿意在这种状况下去医院 吩咐张又怡代表他 到医院去看望徐志摩 回来后把情况告诉他 接下来的几天 许深如意直问情况怎么样 张又怡支支吾吾 不敢告诉他实情 过了几天 张又怡看实在瞒不下去了 哭着说 没指望了 他去了 徐深如听了这消息 难过地流下眼泪 脸上满是悲痛 汇咬和悔恨 中国银行在济南 为徐志摩举行了公祭和丧礼 徐深如做了一副婉帘 考诗事 考诗师所载 沉香卓越 文人横死 各有伤心 耳本超然 其妻邂逅刚风 一遭惨劫 自强包以来 求学从师 夫妇保持 罪怜独子 母今事已 人是苍凉老夫 重复招魂 张又怡也有一副婉怜 是她的二哥的朋友 替她做的 因为她心绪很乱 不知道怎么写才好 婉怜是这样的 万里快鹏飞 独汗一云 碎失落 一朝惊鹤去 我连若戏 去招魂 这幅婉怜 很恰当地表达了 张又怡当时的心情 对于徐志摩的不幸遇难 她心里是很难受的 在济南的公寄仪式 做完之后 中国银行安排了一接火车 将徐志摩的尸体运回上海 然后再送到辖石 入土为安 本来张又怡不打算参加上海的公祭 不过她还是准备了一套黑色绸衫 以防到时措手不及 果然 公祭那天 有人打电话给张又怡 要她一定得去一趟 原来 陆小曼认为 徐志摩穿这套中国式的兽衣不合适 应该换西装 而且棺材也得换成西式的 张又怡到了现场 先向徐志摩三鞠躬 然后告诉旁边人 自己不同意给徐志摩换衣服 也不同意给徐志摩换棺材 做完这些 张又怡就走了 她不愿意见到陆小曼 因为徐志摩就是为了供养陆小曼 在天上飞来飞去 结果 飞到天上去 再也回不来了 1988年 张又怡在美国纽约去世 徐志摩死后 张又怡开始以寡妇自居 在潜意识里 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徐家 永远是徐家的媳妇 但是在精神上 她又如此独立 不愿不哀 张又怡说过 她不恨陆小曼 恨的是灵婚姻 但恨的也不是她硬生生 拆散了她的婚姻 而是她既然答应了徐志摩 却又反悔 把她甩了 张又怡对徐志摩的爱 博大到像血缘至亲 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之间的缘分 就是一种注定成不了爱情的 亲情 几十年时光匆匆过眼 那些憧憬 伤害 绝望 崛起 平静 璀璨 张又怡的人生 是从 嫁给徐志摩开始的 也是 从离开徐志摩开始的 刚苦俱存 也不乏精彩分成 第二任丈夫过世后 张又怡到纽约居住 直到1988年去世 她是徐志摩情感生活中 活得最长的人 奔跑成长的路上 她抵抗过一些软弱 在每个人都会拥有的那段 不自由的青春里 在硬着头皮 落泪狂奔的夜里 在那些高温天 被热浪包围的赛道上 张又怡奔跑着 不知道多少次 对自己说 要扛住 要坚持 她只有行走得更远一些 才能离那个 曾经不够好的自己 更远一些 张又怡平静地走了 她以一己之躯 经历了结婚 离婚 丧子 前夫去世 再婚 丈夫去世 这些 很多人一辈子 都不会经历的事情 凭借着惊人的毅力 和坚强 挺了下去 还活出了 相当精彩的人生 也算是 人生无憾了 张又怡 在爱与婚姻中 一败涂地 但是 她却像一只不死鸟 从不放弃求生的渴望 也从不低下高贵的头颅 她在苦难中 韬光养晦 厚积薄发 用不懈务力 又怡 坚强 独立的一生 以媒妁之言 开始的缘分 以沉默无言 为基调的七年婚姻 以被迫离婚收场的结束 短短数十字 就能概括一段 失败的婚姻 但其中的曲折 与艰辛 却需要用人生最美的年华 去全世 去赔付 或许 十五岁的张又怡 也始料未及 她的丈夫 会对这段婚姻 嫌弃到 连装模作样 都不愿意 对所有人都 谦和有礼的丈夫 唯独对她 冷酷刻薄 没有什么 比这 更伤人的了 其实 许志摩 对这段婚姻的反抗 与张又怡无关 换成任何一个女子 她的态度 都是一样的 她反抗的是封建礼教 是包办婚姻 看不起的是 缺少自主意识的 传统女性 只不过 这个传统女性 正好是张又怡 于是 许志摩 甚至连了解都没有 就直接下了定论 乡下吐包子 小脚与西服 是不相配的 这段婚姻的先天不足 也就注定了 她的悲剧收场 一段人生的终结 同样意味着 另一段人生的开始 被逼离婚 痛是爱子 再没什么 可以失去的张又怡 在绝望中转身 逆流而上 在生活的魔力中 洗尽千华 并在晚年 收获了一段 美满的爱情 张小贤说 一个女人 最重要还是活得好 只要活得好 从前所有的委屈 所有的伤害 所受过的白眼 一切恩情 爱恨 后来的一天 都复笑谈中 曾经的伤痛 曾经掉过的眼泪 不过是生命中 不可避免的历练 张又怡 没能到 像丈夫所爱的女人 读的那种 一流学校去上学 另一方面 是因为 对知识的渴望 是与生俱来的 女人 如果生活在一个 不幸的时代 她就要学会低头 如果她一再低头 还是不幸 那么 她就需要 昂起头来了 1918年 在徐志摩出国的 第一年 国内新青年的 一部生号 发表了剧作 《挪拉》 这个独立自主 个性鲜明的 挪拉 迅速地引发了 中国青年的激情 在五四运动中 成为 女性解放的偶像 张又怡 就是要找到 一个途径 做一个叫 挪拉的新女性 离婚后的 张又怡 没有颓废 过了保姆 自己刻苦 学习德文 进入 斐斯塔洛奇学院 攻读幼儿教育 而且 拒绝异性追求 专心学业 张又怡 不同于 其他的留学生 她得用一种 安稳的心态 待在德国读书 因为 她是一个 离了婚的女子 她必须比常人 多付出 上百倍的努力 以期 换取一份收获 也是在留学的 那段时间里 张又怡的干练 坚强 渐渐显露 她重新找回了自信 找到了 人生的支撑点 德国五年 张又怡 如凤凰涅槃 欲火 重生 1926年下 张又怡被八弟张女九 接回上海 起先 张又怡帮助公公 徐申如理财 十分得利 也算是磨练了基本功 1927年 张又怡受到邀请 出任上海女子 商业储蓄银行 副总裁 她每天上午九点 准时到银行办公室上班 她的办公桌 摆在最后面 整个银行的状况 一览无余 除了负责银行的经营 每天下午五点 张又怡还要补习 一个小时的国文 六点整 她再到八弟张女九 与徐志摩等四人开的 云商服装公司 打理财务 1934年 张又怡的二哥张军丽 主持成立了国家社会党 她又应邀 管理该党财务 一时威风拔面 那时银行是一个烂坛子 亏损不说 银行借出去的外债 大都是死账坏账 急需大批的资金投入 在国外的经历 告诉张又怡 女人藏私房钱很重要 所以她把目光 放在了那些小姐太太们身上 她鼓励他们 把首饰存在银行 渐渐地 危机也就解除了 而且 由于张又怡为人棘手信用 就算是在战时 女子储蓄银行 也度过了一道又一道难关 徐志摩有着诗人的浪漫潇洒 她追求理想爱情 而张又怡不同 她只活在当下 她洞悉世事 也了解自己 她很明白 自己人生的重点 在于做事业 脚踏实地地 做个实干家 所以 她脚踏实地地学习 工作 成就了一番 连男人 都要羡慕的事业 张又怡 1949年去了香港 在那里认识了 她的房客 苏继枝 这位房客 性情温和 谈吐风雅 却被老婆抛弃了 她独自抚养这四个孩子 相似的命运 让房东与房客 惺惺相惜 加上住在一起 宛如一家人 难免日久生情 1953年 苏继枝 向张又怡 求婚了 张又怡 多次给二哥 四哥写信 因为她觉得 需要如父的兄长 帮助自己 来做这个 最后的决定 三从四德的思想 还在她脑海里 更甚低谷 张又怡始终 都在读书进步 却也始终 都在传统封建礼教 与现代女性主义之间 徘徊 挣扎 他敢于无谓地 追求姐弟恋 但是 结婚大事上 仍然不丢弃礼节 需要经过哥哥 和儿子的批准 才得以完成 四哥 多次在同意 与否中徘徊 最后 决定让聪慧的又怡 自己定夺 而又怡 并没有自己定夺 而是提笔 给大洋彼岸的 儿子写信 他写道 母你出嫁 而亦云和 儿子的回复 情文并茂 母双居首节 欲三十年 生我福我 举我欲我 取劳之恩 浩天网集 金姓 金姓粗有树立 且能自沾 朱孙长成 全出母训 母之已尽 母心一味 谁为母事 谁伴母事 母如得人 而请赴世 儿子的这封信 让张又怡 感动得泪流满面 这才放下一刻心来 人生之修行 在于承受 因为只有不断地承受 我们才会不断地 走向成熟 收获生命的信息 张又怡的承受 是在她出嫁 被莫名讨厌之时 最终 她的隐忍 也换来了生命中 沉甸甸的果实 人生之修行 在于淡定 人生的道路 是坎坷曲折的 会有成功 也会有失败 会有快乐 也会有痛苦 会有狂风暴雨的摧残 也会有艳阳高照的沐浴 面对这些 我们无需大喜 也不必大悲 因为这本是生活的一部分 张又怡一直都很平和 以至于一开始 徐家人都以为 她会是个逆来顺受的媳妇 其实 淡定不是顺从 而是一种坚强 而不露声色的隐忍 是一种沉默的韬光养晦 人生之修行在于超脱 张又怡不是一开始 就是这么任性的 去德国后 她才明白 为什么自己没有国企小脚 却还是被丈夫嫌弃 她开始学会超脱于愤狠之上 平静地寻找原因 所以她经历过人生的起起落落 也依然 心如止水 人生如戏 我们每个人都既是自己人生的导演 也是自己人生的主角 而如何以自己为主角 导演一部精彩的人生之剧 关键在于各自的修行 愿我们都能在与生活的交手中 收获好的修行 成就圆满的人生 张又怡传 一个人的碧海蓝天 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祝福每个读书的你 做个淡然的人 超脱的人 愿你拥有最好的人生 愿你得不到的 都是坏的 那请你来说说这本书里 有哪些情节 哪些句子 深深打动着你 让你无比动容 感同身受呢 张又怡的人生态度 有没有带给你启示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 我们明天见 晚安